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今年8月台北市大运遭到反年改团体抗议闹场,一度造成选手无法进行开幕式。 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李莱希今天21日在脸书上提到,本案7名抗议人士或台北检疫厅裁定免发终于得到平反。 李莱希在脸书上张贴的裁定文中,法官认为言论自由是基本权利,国家应予以维护,开幕式当天抗议行动尚未达到强迫威胁或侮辱程度,且警方搜集的影像证据不足,因此7名因设违法遭遗送的抗议者皆裁定不乏。 李莱希对此结果很满意,认为我们的抗争行为堂堂正正,没有逾越国家法令,我们的言行为达强暴脅迫或侮辱程度,是公民合法表达意见的行为,既为妨碍公务,亦不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,行为免发。 他还鼓励伙伴持续加油,认为是大运闹场,世界已得到平反,民粹则已休了。